小佛像 小佛像那都是我一尊一尊的 起早贪黑半夜这么造成的 这每一尊佛像呢 我不知道在那里头流多少血 流多少汗 流多少泪 在那用了多少功 那每一尊佛像里头都有我的 倒霉果剃的头 斩的这个头发 都合到这个佛像里边 你们都以为这是很容易的 我多数都是完整起来就造这个佛像 经过五六年才完成这个工作 这个计划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用手 把这一贯尊佛塑造出来 因为上人的这尊佛像呢 确实让我们很发喜 那它的样子呢就是很简单 可是呢它有一种很深的禅定的感觉 所以是一种很有意义的表法 那上人在做这个万佛像的时候呢 它的心愿是希望成立万佛城 那里面呢都有它的头发 每一根头发都有它的愿力 我们可以复制上人的万佛像呢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上人建立这个道场 那我们缅怀上人的恩惠 你看到这个是空心 而且呢还有这个毛穴 还有上人的头发 所以我们就知道 哦原来这个佛像也可以做空心的 那空心有什么好处呢 空心就是可以让整个扩建的结构呢 减轻的重量 当然也减轻材料 所以我们就 试做模子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想用什么方法 让这佛像可以空心 所以在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试着把旧的经典拿出来 那我们成为佛教徒呢 一般我们把这个印好的经文呢 不管它是新的旧的 一旦没有用呢 我们都不把它烧掉 我们就会把它很恭敬的收起来 那现在做这个万佛工程呢 我们正好可以用仓库里面的 这些旧的经文 那就是可以解决很多 旧经文的问题 原来这个典故呢 就是有一个老法师 它超很多金布 那这个寺庙的法师呢 它往生之后呢 很难处理它这个金布 那所以我们做佛像 就听上人说要用布 我们就把这个金布拿过来 那这个金布处理完了之后呢 就做了整五百尊的佛像 那这样子还有九千多尊啊 那没有经典的布呢 我们把湖在上面 好像缺少什么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超金的计划呢就开始了 所以全世界的人呢 有二十七个国家都在超 有超很多不同的这个大乘经典 所以整个过程呢 我们总共超了十部的华严经 二十部的法华经 二十部的楞严经 还有无量无边的种种朱经 那这个经典超完之后呢 我们就做一个盒子 把这个金呢 超好卷在里头 埋藏在这个盒子里头 之后呢 再把这个法宝呢 放在佛像里头 这个佛像呢 上架在万佛殿里头 每一个人来礼拜 赞养佛像呢 都跟这个超经典的人结缘 这个就是结缘法院 有这么多的经典 在整个万佛殿 那人呢 来做一个礼拜 就拜这么多的经典 这个也可以说 人来到大殿拜佛 礼仪佛就是礼万佛 礼万佛就是礼万佛 无量无边的经典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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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